大雪洋洋洒洒地落下,落在了一个躺在雪地的女人脸上,这个女人叫做博子。 不远处的墓园,大家正轮番祭拜着某个人,博子也在祭拜的行列中,被祭拜的人叫做藤井树,是博子曾经的未婚夫。 三年前,一位山难去世了。 祭拜完成,藤井的父亲让博子把装病的母亲送回家。 两人回到了家中,博子在母亲的指引下来到了藤井的房间,看到藤井当年的毕业纪念册。 这才知道藤井一家当年住在小尊,搬家后原来的住址现在已经被改造成了公路。 四时想到了什么,博子在纪念册里找到了藤井在小尊的住址,记在了手臂上。 几天后,博子出现在了秋叶先生的工作室里。 秋叶是藤井的好友之一,藤井去世后,他和博子之间的感情日渐亲密。 博子告诉他,自己在藤井的毕业纪念册里找到了藤井当年的住址,并给了那个地方寄了一封信。 原本只是想怀念一下未婚夫,不曾想,竟然收获到了回信。 秋叶看了看信件,只觉得是某个人的恶作剧,就没放在心上。 他喜欢博子,也理解博子对藤井的念念不忘,但他也是认真的想和博子在一起。 他早在去扫墓时,特意摆脱了藤井,同意让他和博子结婚。 博子又给藤井写了一封信寄过去,很快就收到了回信,确实要求博子表述自己的身份。 秋叶对这个冒充藤井之名给博子回信的人有些在意。 按照逻辑,这封寄望天国的信件不可能会收到回信的,就算收到了,也不可能真的是藤井写的。 那这一几封信又是谁的手笔?秋叶决定找出真相。 于是他假借博子的名义给藤井寄了一封信。 而在另一个地方,一个叫藤井树的女孩正和同事议论起这一封信。 不久前,在小尊的某个城镇,游地员冒着风雪给藤井一家送信。 藤井家的女儿就叫做藤井树。 树有些感冒,她带着口罩去收信,其中有一封特别的来信引起了树的注意。 信心人叫做杜边博子。 信上写着,藤井树,你好吗? 我很好。 树摘下口罩,那张和博子机器相似的脸上显露出了疑惑。 那天晚上,树辗转难眠,最后还是起身给博子回了一封信。 我也很好,但是有些感冒。 许是觉得给一个陌生人回信有些幼稚,树一边念着信一边笑,笑着笑着,却又猛烈地咳了起来。 没过多久,树就收到了第二封信,信中提醒他按时吃药,并附带上了几包感冒药。 树很快收到了第三封信,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同事,同事却怀疑博子是个疯子。 如果树不处理,博子就会一直给他寄信。 感到心惊的树给博子寄了一封信,要求他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,却也收到了秋叶寄来的信。 信上写着,若你真的是藤井树的话,请拿证据给我看看。 在同事的提议下,树伪造了一份驾照,给博子寄了过去。 另一边收到驾照复印件的秋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博子,原来真的有一个人也叫藤井树。 这几次和博子通信的人就是他。 秋叶放下心来,他邀请博子和自己去小尊看看。 然而知道真相的博子显然没有很开心,他一直以为这是天国的藤井给他的回信,自己给对方写信也没有恶意。 而现在和驾驶复印件一起寄过来的另一封信上写着,这就是证据,别再写信给我了。 秋叶也明白自己或许是打破了博子一直以来的幻想,可博子需要忍清现实。 秋叶回忆起当年和博子的第一次见面,他和藤井还有博子三人就坐在现在的位置。 藤井难得地主动向一个女生示好。 秋叶很难过,如果当年自己更积极主动一些,或许现在也不会是这样了。 随后,秋叶再次邀请博子去小村看看,去见一见和藤井捅名捅姓的这个人。 这一次,博子没有拒绝。 树还不知道有两人正在寻找他,他最近的感冒越发严重了。 当年的树的父亲正是因为感冒转变成肺炎,最终不治身亡。 树的母亲不愿意女儿也变成这样,所以哄骗着把树送到了医院。 树无奈地留在医院看病。 走廊上,他似乎又看到了几年前父亲被送到医院来的场景。 那时候,他就这样看着,心机如焚,却又无能为力。 树跟着救护车跑去,随后被护士叫醒,原来这只是一场梦罢了。 与此同时,秋叶和博子来到了小村,几经辗转找到了树的家。 可树没有在家,博子便蹲在门口给树写了一封信,告诉他自己为了见他一面,已经来到了小村。 而博子认识的藤井树也不是他,是另一个男孩。 写完信,博子就和秋叶离开了。 看完病回家的树就坐在出租车里,与离开的二人擦肩而过。 出租车司机很快就返程找到了博子和秋叶。 两人坐上车后,出租车司机告诉他们,刚才坐在车里的女孩和博子长得很像。 回到家的树发现了博子的信,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最后寄过去的信对博子来说有些残忍。 于是,他连夜写了一封道歉信。 寄信的时候,博子和树再一次擦肩而过。 这一次,博子似有所感地喊出了藤井树。 树回头一望,在人海中,两人没有看到彼此。 为了弥补自己的歉意,树愿意再给博子提供一些其他的情报。 最近树想起来,高中的时候确实有一个男孩和他同名同姓。 于是,博子拜托树能不能尽量把藤井有关的故事告诉他,树没有拒绝。 同名同姓,别人看起来或许很有趣,在当事人眼中却是一种麻烦。 树和藤井两人平时没什么交集,但还是会被同学打去。 某次班干部竞选的时候,有人甚至写下了藤井树爱藤井树的字条。 唱票人还高声地念了出来。 大家的哄笑惹哭了树,藤井也生气地拽着唱票人的衣领把它压在桌上。 当然,这并没有影响到竞选结果,他们被推选为图书委员,管理图书室的书籍。 不过,藤井总是失职,躲在角落看书,只有树一个人在管理。 藤井还总是借阅无人看的书籍,在每一张借书卡上写下自己的名字,把这命名为藤井旋风。 树还记得一件事,有一次英语考试,树发现自己拿到了藤井的试卷,而树自己的考卷正在藤井的手中。 树不敢直接去交换考卷,只好在停车场等候,等到了日落西山才看到藤井。 树拿回了自己的考卷,只是考卷上被藤井画了一个衣衫半腿的女人。 后来,博子问了问藤井的恋爱史,这让树想起了一个女孩,大井。 当年,树帮大井和藤井两人牵线,大井在图书室表白,却被藤井拒绝了。 藤井似乎有些气恼,狠狠地放下树就离开了图书室。 在此之后,树骑车回家遇上了藤井,他带着马带头套从远处起来,把头套扣在了树的头上。 藤井的行为总是很出人意料。 运动会前夕,藤井绞伤失去了参赛资格,可在比赛当天,他还是跟着其他学生一起跑,结果因为绞伤未遇,摔在了半路。 树把这件事告诉博子后收到了一个相机,博子请求树去拍一下当初的运动场。 树拍照片时,遇到了当初的老师,老师还记得树,他把树带到了图书室,向同学们介绍这一位学姐。 学妹们却好似认识树一样,偷偷地笑。 原来他们在图书室里找到了许多写着藤井书的建书卡,觉得很有趣。 树连忙解释这不是他写的,学妹们更加兴奋了,只觉得如果这都是一个男生写下的话, 那这个男生一定很喜欢树,否则怎么会写这么多次他的名字呢? 树没有多做解释,反而向老师提起了藤井的名字,因为前几年藤井就因山难去世了,老师对藤井这个人倒是印象深刻。 那天晚上树发了高烧,医院却因为大雪封路只能一个小时后才到,爷爷决定背树去医院,可母亲却很害怕。 当年树的父亲也是发烧晕厥,爷爷执意要背他去医院,可父亲并没有得救。 爷爷却告诉他,当年他们只慌了四十分钟就到医院了,还是来不及,更别提一个小时后才能到的救护车。 最后母亲还是和爷爷一起冒着雪,把树送去了医院。 到医院的时候,爷爷和树两人都被送去了急救室。 另一边,脖子在缺的体移下来到了藤井发生山难的地方,他们在好友的家里过了一夜。 聊起藤井时,博子说,求婚那天,藤井拿着戒指站在他面前许久都不曾言语,直到博子自己都觉得对不起藤井,只好主动开口说道,请跟我结婚。 当年藤井说自己对他一见钟情,原来只不过寄情给了这张长得相似的面孔。 可就算如此,博子却还是想知道藤井的过去。 第二天,博子一早就被秋叶叫醒,他们起床看着朝阳,秋叶鼓励博子,让他朝着藤井遇难的山说说话。 博子走到离山更近的地方,大声地说着,你好吗?我很好。 医院里,树悠悠转醒,他似乎也有所感触地说了句,亲爱的藤井树,你好吗?我很好。 树给博子讲了藤井最后的故事,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,树的父亲去世了,事发突然,母亲也病倒了。 恰逢新学期开始,树没有去学校,而是留在家里照顾母亲。 某天,藤井来到了他们的家,让树帮忙还一本寒假借的书,却没有说为什么不能自己还。 等树回到学校后才知道藤井转学了,那一天是藤井和树的最后一次见面。 后来,博子把树写的所有信件都还给了他,只说这些是他的回忆,应该无为援助。 再之后,树其实还写了一封信给博子。 学校的学妹有一次来到了树家,给他带来了一本书,是藤井最后让树还的那一本。 接书卡上仍然写着藤井树的名字,只是背面被画上了树的模样。 这一封信,树最后没有寄出去,这件事成为了树和藤井最后的回忆。 既往天国的书信,小心翼翼又无比珍贵,却阴差养错地揭开了一份不被任何人知晓的爱恋。 一笔一划地写下对方的名字,却要用自己的名字来掩藏。 当初那个在窗边读书的少年,其实也很享受与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光吧。 只是这份感情难以启齿,于是利用了借书卡背面的空白,悄悄向对方表达自己的爱意。 后来这份感情石成大海,直到少年遇上了另一个女孩。 他们那么想想,少年立刻就动心了,那么迅速,那么炙热,让他忘记了他们其实不是同一个人。 好了,今天就讲到这里,我是怪小妹,我们下期再见。